咱们一个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写词的人说 愿意给我们写一首歌 就写新中国联邦的歌 歌名就定名叫100% 他我听了你说也有在你直播中讲的英文 他说我就想让你写个给你写个叫100% 我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就是说你看病毒来了吗 100%来了是吧 疫苗打了吗 100%是吧 共产党统治全世界了吗 100% 然后普京有没有打不个拦呢 100% 香港轮选了吗 100% 他那个调子很摇滚的 然后就给我说 我要跟你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你以往的 就是你Miles Gould的音乐 然后他就说我要你有一个要求 你要到我现场来拍 他我要主持一个一千个人的这个队伍跟你一起来拍 我只学你来好时 名字就叫100% 然后呢半舞者 还有当时说有几个陪唱的人 我再一说都是最近好莱坞最火的几个人 他这个歌呢 他喜欢一会板权这些都是他们的 就是让我唱全英文 他就听了我 就是特别是塞北的学 铁锁梦之后 他觉得 我过一段时间要给唐平要合作 他觉得唐平绝对是音乐天才 这个歌就代明了什么 铁锁梦打开了世界上 对中国音乐和中国人生活形式的一个 真的最简单五分钟就可以认知的一个大门 音乐无国界 音乐的力量太大了 这两首歌一起上 而且能打榜这样 你知道这是什么奇迹吗 兄弟姐妹们